它會有慢慢搖動的效果 它這個東西就很適合擺在你的家的玄關 或者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把它掛在那裡 大家好 我是賽先生科學工廠Kevin 那今天要來為大家做的是一個 夢幻藝品的開箱 它這個盒子它外面寫著Wonder Machine 這個是誰做的呢 這是一個叫做Jeff Lieberman 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學霸型藝術家 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總共有四個學位 兩個學士 兩個碩士 他在智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一些藝術品 平民化就是說讓大家都可以收藏的一個藝術品的一個感覺 那他之前在Discovery也有一個頻道 叫做TimeWeb 就是有點像是用高速攝影 然後讓水球砸在臉上 或刺破氣球或子彈打過雞蛋 破掉的那一瞬間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累積了這些經驗之後呢 他就開發出了這一個東西 一個超大的一個盒子 叫做Wonder Machine 表面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錯覺的圖形在上面 那這個Machine是什麼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Slow Dance 就是緩慢的跳舞的感覺 那今天就是要來為大家開箱這一個夢幻的藝術品 我們終於收到了這個東西了 有點重喔 我的千金如果暴露是正常的 打開盒蓋之後呢 它會是一個 像是一個相框一樣的東西 然後裡面會有兩根羽毛 它整個的目標呢 就是要讓這兩根羽毛 在你的桌面上跳舞 慢慢慢慢慢慢的跳舞這樣子 那具體是要怎麼操作呢 具體就是你需要 接上你家的電源 要插電的啦 東西都是要插電的 我看一下喔 我們這是第一次開箱 所以裡面到底附了什麼東西 我順便幫大家看一下 有一條線 有一個變壓器 我轉接頭 轉接頭 轉到台灣來 欸 它沒辦法轉到台灣來 欸 欸 頭沒辦法轉台灣欸 欸 它裡面附的頭沒辦法轉台灣 我們暫停一下 我去找看看我有沒有可以轉接的頭 好的 在我們剛才去找換用的轉接頭的時候 我才發現裡面其實是 欸 已經有了 是一個給台灣好朋友用的轉接頭在裡面了 然後 動動你的小腦袋 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好 搞定 然後它還會有附一條延長線 然後還會有一些 五金是可以讓你固定在牆壁上的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固定在牆壁上 或者是 吊起來的樣子 那我們今天沒有要把它吊起來 因為到時候如果喜歡的話 我們就可以順便賣給你 所以我們暫時 今天先不把它吊起來 跟大家示範一下這個要怎麼用 首先呢你就要把它的電線溫柔的解開 然後把它搬到底下來 然後呢 你再把它 推倒 然後它底下就會有一個 插孔 可以插上電源 欸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 它的控制啊 明暗啊 插孔啊 都在底下 然後我們把它擺好之後 接上電源 接上電源之後呢 這個剛才有說到這個東西叫做Slow Dance 所以大家會看到它其實會有羽毛慢慢震動的效果 大家會發現它動起來會有一點 沒有想像中的完美 但是它其實是非常漂亮 以我現場來看 那現場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錄影的時候本身有影格數的問題 然後這邊有太多的燈光 它的原理呢 就是它旁邊的燈呢 其實在進行高速的閃爍 然後就是這些燈也都在閃爍 所以它會有一點干擾 但是你在家裡 你用肉眼看就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再加上你透過相機的影格數 所以會有一些干擾 所以我待會 會盡量把燈都稍微關掉 我整個人會進入一個黑漆漆的一個狀態 然後由這裡面的燈呢 來把它拍出來它的一些效果 它會有慢慢搖動的效果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 一格一格逐格動畫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接下來現在就要進行關燈啊 它設計這個東西的初衷呢 就是希望你可以自己 搭配你自己喜歡的小東西進去 就是一些很輕盈的 但是有點軟Q的 那它就會呈現幾種不同的效果 然後來測試放一些奇怪的東西 譬如說 我自己的羽毛啦 或者是廚房的濾水網啦 然後或者是小的植物啦 小的鐵絲啦 橡皮筋啦 稻谷啊 繩子 欸這個什麼 它自己的 的束縣 哦 大家可以看到兩隻橡皮筋慢慢的移動 就像水母一樣 幹嘛它左右搖 它會呈現幾種不同的效果 它慢慢慢慢的移動 或者是它變成兩個殘影互相的移動 或者是它會變像是逐格動畫一樣 去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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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移動的效果 來切換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讓它休息 但只剩下曙燈的功能 也可以 都會在底下再面可以 切換起來 欸這就停止 然後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 讓你有一種 不同的效果 可以一直切換 那這個東西呢 就很適合擺在你在下的玄關 或者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把它掛在那裡 然後讓每天就讓它慢慢慢慢的擺動 有朋友來啊 客人來的時候 你可以打開讓他們看一下 是一個非常非常神奇以及絢麗的效果 是結合了科技以及藝術做的一個非常完美的機器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謝謝大家